如果是將病人的血抽出來 然後經過一個化驗所或者研究中心 將它製成另一個產品 將它打回到人的身體裡面 這是一個醫療的產品 醫療產品我覺得好像食藥一樣 那些藥要經過規管和發牌 這方面政府我希望它立刻做一個補救工作 如果這個是化驗中心 還繼續產生這些藥品出來的話 如果危害到市民健康 要封了它才行